朋友们好,之前的课程我为大家讲讲我们JSF的标准转换器以及自定义转换器,同时讲解了JSF的标准的验证器以及自定义验证器,同时说了一下我们JSF的消息处理机制。 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讲我们JSF的一个重要的知识点,自定义标签。 大家都知道我们JSF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标准的标签库,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看见我们的所有JSF里面都印入了我们的标准的标签库,而我们是否可以自定义一些标签,能够简化我们的开发工作?答案是肯定的。 JSF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定义标签的功能,具体怎么使用?今天我会为大家做一一的讲解。 在学习我们自定义标签库的时候,我们先讲一个新的标签,要学习这个标签,首先我们通过一段代码了解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通过我们之前的代码,大家知道我们之前做了一个password validator,这个小功能。 我们制定了一个validator,然后我们的功能是验证我们的输入的密码是否有空格。 大家知道我们的正德表达式都是定义在我们的交外类当中的。 我们能否通过前台JSP上的配置,灵活的来配置我们这个阵子表达式。 肯定是可以的,今天我将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来配置。 打开我们的JSP页面,loginJSP。 大家也记得我们之前这里配置,是没有配置f attribute这个参数的,只配了一个validator这个参数。 配置的validator对应的ID。 这里我们怎么把这些参数传到我们的后台去。 首先我们加入了一个标签f attribute,然后定义了namevalid。 同时我们可以定义更多的参数,比如说我们再定义一个f attribute也可以。 然后,参数的名称和值,它其实是一个键子对。 我们的后台可以通过我们的key取得我们的valid。 怎么取,我们看一下我们后台代码。 打开我们的passwordvalidator这个角落内。 大家看见我们这里有取前台get参数的方法。 首先我们拿到我们的component,然后取得它的一个参数列表。 大家都知道我们全台传过的参数可能是一个两个或者三个。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标签,loginJSP里面可以写多个f attribute。 然后它们都有分别有自己的name和value,一个键子对。 那么我们可以从后台获得这些键子对。 取得我们的betaltript的方法。 然后获得的是一个键子对的组。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key去取我们其中的一个valid。 然后我们再把它强制转弯成一个时针的对象。 这里我们打印这个尺寸的对象。 能够知道我们前台传的什么参数。 是否打印到我们的参数。 大家可以启动我们的应用服务器。 测试一下我们前台传的参数是否在后台得到了一个打印。 然后轻控一下我们的console。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我们前台的页面。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我们前台的页面。 打印了我们前台传的一个参数。 也就是我们前台传的一个正照表导师valid。 在这里我们后台做了一个相应的打印。 这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第一点。 第一个指示点。 f attribute的使用。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的自定义标签库。 怎么来自定义我们的标签。 首先还是要用到我们的validate这个类。 同时我们定义一个新的validate tag。 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这里定义了一个passwordvalidate tag。 它继承着我们的validate tag这个类。 这个是jsaf提供的一个类。 然后它必须实现里面的一个方法。 createvalidate。 然后看具体怎么实现的。 我们读一下这个方法的内容。 首先我们获得我们的obligation。 然后我们获得obligation里面的一个createvalidate这个方法。 创建了一个。 传入的参数是我们的validate的id。 或者这个validate。 然后我们给它设一个参数。 什么pattern。 那我们对应的看一下我们的validate里面。 肯定有相应的一个参数。 pattern。 这里我们定义了pattern。 然后定义了pattern的设计方法。 而我们这里面的方法没有什么改变。 跟我们之前的代码一样。 就是我们通过tag这个方法。 传了一个参数进来。 给我们的passwordvalidate这个。 pattern。 付了一个值。 这个值就是我们之前的。 gsp面所传入的参数。 这里我们可以做些改变。 首先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注视掉。 然后这句话也可以注视掉。 然后这里也可以注视掉。 我们这里的参数应该就是我们前台传入的参数。 可以修改一下这里。 同时我们需要部署我们的tld的文件。 我们把它放在webwinfo下面的taglab。tld。 这个是干什么。 我们读一下这个x文件。 首先description是一个描述文件。 然后我们有我们的版本。 gsp对应的版本。 以及我们的shortlib。 这是我们前台要用到的一个短的简称。 然后这里定义了我们的一个tag的接点。 然后我们定义了tag对应的description。 内容。 以及我们tag对应的class。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tagclass对应的class。 就是我们的validator。 这个tag对应的。 然后我们定义了参数。 以及我们的required。 一些必要的值是否需要填写。 当我们定义好这个参数文件以后。 我们在前台怎么引用。 打开我们的add class。 login.jsp。 我们通过这里的taglab。 uri。 可以引入我们的定义的tld的文件。 然后我们这里的简称是co。 我们之前已经定义好了的。 然后我们这里需要做一些改变。 这里我们不需要这些标签了。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我们可以把这个标签暂时保留。 这个可以去掉。 然后我们可以定义我们的co。 这里我们有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参数。 可以把我们的正常表达式传进来。 这样我们一个自定义标签也就完成了。 同样也具有一样的效应跟我们之前的写的validator是一样的。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自定义标签的话。 这样我们的开发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了。 没有之前复杂。 我们重新挤一下我们的应用。 然后测试一下是否能够成功。 打开我们的IE浏览器。 然后访问我们的应用。 然后输入一个字符。 密码走串。 我们有一个空格。 我登录。 问题是我们的密码不能为空。 然后我们输入空。 然后登录。 这些都能够达到我们之前的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自定义标签。 简化了我们的工作流程。 然后重复的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些标签库。 自定义的标签库。 同样我们可以自定义我们的转换标签。 流程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这里需要把valid tag。 改成我们的convert tag。 就能实现我们自定义的转换标签。 然后一样需要我们的convert类以及tod的支持。 所以扣着有给大家安排的是完成我们自定义转换标签的实例。 同时阅读我们的客户代码。 这几个我将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下来恐怖我们这几个视频讲到知识点。